那我们怎么分别,我们师父是名师,那别人穿纸毛的衣服不是名师呢? 你懂吗?除了这个外表还有别的嘛,是不是? 那看他传信印怎么样,懂不懂? 看他生活怎么样,看他做事怎么样,懂不懂? 还有看他力量怎么样,有没有牵白玉化身这样,懂不懂? 听说他的徒弟有没有看到师父化身等等 有没有他师父有没有救苦救难他,懂不懂? 里面问题有没有解决,外面问题有没有照顾 不是装了晾衣服或是不晾的衣服这样就可以平出来了,是不是? 晾不晾都无所谓,看时代,看工作 看那个度重生大量不大量 请继续观看 请继续观看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the centres near you today's episod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ulaxi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si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Telugu and Thai in the UK are the others in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is world are now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see the future in the world of the world in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able to come through the world areltyne 2chNoach n boob dum g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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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orний нийも 今ху онғанд的 үшн байгалиын сасынцағаан үй үтін үн ү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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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үн үң үң ған ү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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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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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好的 懂不懂 不然的话 你们那个用外表比的话 那根本比不了 比到什么时候 比方说蛇啊 他也不很奢侈啊 他要换衣服的话 他把他皮脱掉这样子 不麻烦任何人 不过他做什么好吗 当然你们都知道 吃服衣服吃很便宜啦 自己做啦 那个布有时候剪的 有时候同修用布不完来供养 OK 那个没算什么 不过我们知道 外面人不知道 一个人 如果他 他的那个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感觉到比较羡慕 比较气度啦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不应该这样子 他穿烂烂的衣服 他也可以修行啊 听懂不懂 不过有的人穿的很烂的衣服 也修不行啊 了解吗 即使你把通通衣服脱光光啊 你整天吃一餐啊 你不赚衣服啊 书不定你修很好啊 了解师父意思啊 师父要表现这个出来啦 这个外表啊 不能代表我们的内边的心 不过当然不能做过分 听懂不懂 我们看那位名师 比方说 不是看他做烂的衣服 或是我们故意辩护他 当他 穿很漂亮衣服的时候 懂不懂 不应该故意辩护他 不过我们 那位名师不能这样 这么看啦 听懂不懂 比方说两位都称自己的名师 那两位都穿很漂亮的衣服 又很有奢侈的那种财产啊 那我们怎么分别呢 懂不懂 然后我们都听说 我们不能用外表判断那个人啊 他有可能是名师啊 他穿跟我们师父一模一样 还是很时髦啊 懂不懂 那我们怎么分别 我们师父是名师 那别人穿紫毛的衣服 不是名师呢 知懂吗 啊 除了这个外表 还有别的嘛 是不是 那看他穿性印怎么样 懂不懂 看他生活怎么样 看他做事怎么样 懂不懂 还有看到力量怎么样 有没有牵白衣化身这样子 懂不懂 听说他的徒弟有没有看到师父化身等等 有没有他师父有没有救苦救难他 懂不懂 里面问题有没有解决 外面问题有没有照顾 不是装了亮衣服 或是不亮的衣服 这样就可以平出来了 是不是 亮不亮都无所谓 看时代 看工作 看那个 那个他的度重生大量不大量 懂不懂 你们记得那个巴巴基 巴巴基 尤干南达那个是公公那个 他要给那个拉黑律 就是他的师公 他的师父的师父 尤干南达师父的师父 跟那个巴巴基应兴的时候 那个巴巴基应该画一个 很大的漂亮的设施的楼台给他看 是不是 然后在那个楼台的设施的漂亮的那种 高灯的那个楼台的黄金的那个 那个珠宝那个楼台里面 才给他运信的 因为那个人前世 也是这样跟他运信的 前世是什么国王 是什么国王 那个故事是什么 谁记得 尤干南达师公前世是什么 意思是说那个 尤干南达的师公 应该在那种情况里面 运信才成的 懂不懂是不是意思 一个人而已 那我是没办法 不是每一个人画一个楼台出来给你们运信的 我徒弟比较多 那个楼台自己想象的 我没有空盖那么多东西 盖那个小木屋几个礼拜 我已经受不了 那个忍耐不下去了 听懂吗 不过那他那个是住在喜马拉雅山 用神通画出来的 他不能每天这样做 做这个样子会犯法 懂不懂 做一样东西出来 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消灭的话 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 会消灭到自己 了解吗 因为力量是从自己来 画出来的东西 等于它消灭的话就消耗消耗消耗 听懂 而且也反来那个什么 世界的法律 宇宙的法律 不能这样这么做 偶尔做一次没有关系 听懂 在印度有一位所谓的 不是名次了 他是很出名 他不受很多土地的 他受五六个土地而已 他非常有神通 你要他画那个葡萄给你 他就画葡萄了 你可以吃啊 他也不是画那个印度的葡萄而已 你要那个希腊的葡萄 他也会弄给你看啊 给你吃 那个玫瑰花也很香 某尼花 任何东西他马上就可以画出来 不过你不能叫他每天这样画 他也可以画面包 法国面包很热热刚烤起来这样子给你吃 奶油任何都可以 不过你认为这样子就好了 他每天画给自己吃 他就不用疲劳了 他还是要煮饭 记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他想过河 有没有 然后那个河 河船的人不让他过 有没有 然后他自己在 什么 走过河 这个河船的人不给他过 因为他没钱 后来他才应该用神通走过去 那他为什么不马上走过去应该就拜托人这样子呢 听懂不懂 因为这个不是每天可以用的 那如果师父徒弟那么多 每个人都画一个楼台的话 我就完蛋了 一个月就完了 亡生了 所以用别的办法比较便宜一点 看人家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那我们就想象那个人一定很富有 是不是 住着很大的宫殿 拿来也可以啦 这样就好了 知道他很富有了 不过有时候师父也装破烂的衣服 因为有些人喜欢我 那像乞丐那个样子 他才喜欢 他才高兴 高兴看到他师父那么堕落 那么无聊 那么丑 那么穷 那么所谓的尖卑 不知道尖卑是种内心 不是种外表 有的人装着很烂的衣服 心得好糟漫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连对师父也看不怎么样 何况他对别人有什么健备的心 听懂吗 不过师父穿很漂亮的衣服 我心很健备 连为了徒弟 我也会对别人下跪 求他饶你们 我也会这样做 听懂不懂 那你们看也可以知道师父健备 我看不中那个自己的身体 我用在任何的方面救救人 这身体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你懂不懂 什么方面都用了 为了要利益别人 我们不能凭一个人在外面 懂吗 我不是要夸张自己坚卑心 这也无所谓 你们想怎么样都无所谓 我现在无聊了 懂不懂 不想听赞叹也不怕批评 太久了 不管他 不过为了教育你们 不让你们不知道 不能让你们不知道那种逻辑 那种判断的能力 OK? 我穿漂亮的衣服 有时候也不好意思 我不怎么喜欢穿 不过有时候不穿不行 像下个礼拜 这个礼拜 穿第一次那么敲的那个衣服 我在上面晾了一个小时 不敢下来 我真的是也很害羞 听懂吗? 我是有以前那个同学给我那种衣服 我真的好害羞 穿上去感觉到不好意思 差一点都跟大家道歉 道歉 道歉 这样快败下去 不过我想 喜欢也要赚 不喜欢也赚 无所谓 懂不懂 我这灵格比较不很亮 因为你们都知道 师父以前很不喜欢看人 很不喜欢被人看 就我讲坦白的 以后有徒弟的以后 还是有那种品质 不过比较被盖起来一点 比较被责任感 就吹到后面一点 不过偶尔它会冒出来 偶尔会冒出来 那个时候我会冒烟 谁看我都受不了 听懂吗? 不管越当 我都不想受的 不想看人 OK 那你们都懂了 大家因为我回答都不完美 不过都懂一点了 但也懂一些 不错了 现在 所以我们结论就是 不是因为他赚什么衣服或是不赚什么衣服啊 懂不懂 我们能够决定他是不是民事的 懂不懂 我们那个 可以先放在旁边 懂不懂 看他别的品质啊 上不上民事 看他的力量 是不是民事的力量 懂不懂 他传法怎么样 他感应怎么样 懂不懂 那个才算啊 不然我们这个算外面那个装破烂的衣服 或是装漂亮的衣服 不纯的也不纯 懂不懂 他可以装很破烂或是他可以装很漂亮 不过两个人都装漂亮或是两个人都装破烂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听懂吗 还是看看他做什么啊 是不是 他品质怎么样 他每天做什么是他的 他的那个经济的方面 他用在哪个地方啊 懂不懂 是吧 而是他的力量啊 是怎么样的 了解是否意思啊 所以他那另外一种品质啊 穿漂亮的衣服 不穿漂亮的衣服 这个我们也不能贫啊 听懂是否意思啊 有的名字 因为他前世啊 他前世是 也当国王那类啊 懂不懂 是有当过国王意思 也是当名字 不过 从事也当国王的 懂不懂 所以他那种部下 那种公废美女啊 那种太监啊 这很多啊 他回来的时候 那当然他也要度那些啊 懂不懂 那度那些的话 如果不亮一点 他们就认不得啊 他们那个记忆力里面 那个下意识啊 没办法亮出来那种关系啊 听懂吗 没办法再跟那个过去的那个感情啊 和那个 因果沟通啊 那个因缘沟不通啊 所以他没办法这么快开悟了 了解吗 他一看到亮 下意识马上就 就亮出来了 他说 他这里面认得了 我们以前啊 三千年前 三百年前的认得了 懂不懂 我们那个时候做什么事什么 即使他自己头脑 不记得 或是记得 那个是看他修行的过程 有没有认得 自己的过去 不过他的下意识一定会清楚 了解 师傅 师傅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经过某某地方啊 看到那个什么地方 我们感觉到忽然间很懊恼很懊恼 或是很那个想 你看故乡那种味道啊 因为他提醒我们那个 以前我们的故乡的地方 或是以前我们的感情 或是以前我们什么纪念 了解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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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我们感觉 有的时候天气不怎么好 我们就想我们以前的爱情是什么东西啊 让我们很伤心 像那个发生那个时候一模一样的那么伤心 懂不懂 既然它发生已经那么久了 我们还是感觉到很伤心这样 就是因为跟那个现在的 跟过去的有类似的 然后我们下一次才行过来 才亮出来一种那种 关系 那种姻缘 所以 几个礼拜以前师傅有告诉你们那个故事吗 有时候 业障不是我们 也不是我们自己造的 或是我们送恶的 而且那个过去的那种姻缘 又再碰到 像那个人他爬楼梯下去 那个 那个女人 美国人嘛 有有书 他自己写的 他爬到那去 他知道他会掉下来 不过没有原因 不过他没办法控制的 因为他前世被人家从那个上面 退到地下室去死掉的 类似那种楼梯啊 懂不懂 是不是啊 所以像那个巴巴基 那个很大的名师 他要度一个土地而已 他还是要画一个大的楼台出来 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 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跑到那里画那个楼台干什么 为了一个人 懂不懂 那种辉煌的气氛 才给他 他记得他前世的修行的关系 他就马上就 到他那个以前已经修行那个等级来了 懂不懂 不然的话度他也可以 就很慢 他已经从心开始这样子 如果弄那个样子的话 他就记得 我以前到那个城 到那个时候 我已经就修到阿罗汉了 懂不懂 是不是啊 现在他在窗那边接下去 这样子 就比较快 所以他运行以后 他就马上当名师嘛 这是很快的时间啦 我们不能说那个巴巴基 他过分嘛 懂不懂 不能 因为他自己做事 有主张 一个土地而已呢 一个而已 只中十二个一个 那么麻烦 然后另外一个要用小 怎么划把小的 不过他也不是给他一个楼台而已啊 等一下叫他 不是他给他那个楼台 画楼台以前啊 还放他在那个什么 水在外面啊 躺了一个晚上啊 还没有重粮已经太好了 他把那个什么油叫他擦一擦 然后躺在那个水扇那里 没有什么盖东西给他 听说一个晚上不保上十天的样子啊 我忘了 我也看了太久了 你们记得 谁记得 躺了多久 不记得啊 不过他那个事工应该迷路十天了 懂不懂 以后才回来做他的工作 他的办公室就找到找不到啊 他好像迷失了十天了 才回来 是不是啊 十天以内都跟他的师父在一起 运行什么楼台 十天 不过对他来讲好像很快 好像一天 世俗的人来讲 当民事 你怎么都要做 什么都要做的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 你最不喜欢的东西 你越要做的 都是这个样子啊 他最喜欢选那些不喜欢做事的人啊 听懂不懂 那个就比较没有我词啊 懂不懂 比较没有野心啊 如果喜欢做事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高兴才做啊 我们喜欢那种东西 像那个上业 职业一样懂不懂 就为了自己利益啊 自己高兴这样 所以他最喜欢做那些不喜欢做的 什么都不喜欢的 他抓出来 然后叫他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 好好玩啊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不怎么很方便了 听懂吗 你以前最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你都要做 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时候 如果修行不好啊 那个意念不干净啊 我们会伤害到别人 知道吗 我们会给别人一种压力啊 让他受不了 有时候他也会跑掉 听懂吗 为了我们也是有 如果跑掉是有财 有华 有财 有能的人啊 有道性的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一点 我们不能这样子无形中 伤害到别人 听懂不懂 不是让他分心 是让他有问题啊 懂不懂 让他那个想念我们 有那种无聊的想法 听懂不懂 不是给他压力 让他跑掉这样 太可惜了 我们真的要有道性稳固啊 听懂吗 我们真的要知道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不好的 我们真的要知道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不好的 我们真的要知道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不好的 那个阶线其实有 不过它很婉转啊 懂不懂 我们喜欢的时候 我们就推到那里去 我们那个好的那个阶线啊 都推到坏那里去 推得好远这样子 比方说坏这个远这样子 然后我们什么都好的 对我们方便 我们就说好 那个好坏的那个阶线啊 我们一直退 一直退啊 懂不懂 退到哪个地方 我们方便 我们就退这样 了解师傅意思吗 替自己辩护啊 替自己原谅啊 替自己很那个慷慨啊 然后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那个坏的地方去 然后退那个 那个阶线 一直退 一直退 一直退这样 那这样也不好 了解吗 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坦白 不是对师傅坦白的 对自己啊 这个很难做啊 我告诉你们了嘛 那个阶线比较婉转啊 要退到哪里都可以啊 当好人不好当啊 有时候你们看师傅疼爱保护什么人 那你们又认为 那个是很好的那个黄金的那个宝藏 大家都抢了 想不到这是小猫的 那个有游病的小猫 那个意大利的小猫 记得吗 有时候也是算意大利的小猫啦 这个世界上 好人很难找 哪里找啊 那么多人 听懂 听懂 其他灯的方便都不是那个那个那个 不是孔雀 不是那个大龙啊 都是昆虫啊 不过你们不用怪师傅啊 师傅也不能怪自己啊 太阳啊 它什么地方都叫 水啊 它什么地方都流下去 那师傅也不能比太阳那个度量小 不能比水不够爱心 你懂吗 那水呢 那很脏的地方 最低的地方 它又跑到那边去了 水不流最高的地方 是不是 还是往下面跑 利益的下面的那种人 下游的那些 洗掉那些肮脏的地方 任何肮脏的那个地方 它都不拒绝嘛 是不是啊 太阳也是这样的 好坏的都叫 垃圾桶它也叫 肮脏的湖它也叫 漂亮的公园它也叫 我们修行人不能比那些小度量 听懂 主意师傅也不会怪自己啊 那你们也不用怪我啊 所以这样子啊 谁走就走啊 谁留就留啊 不怪我为什么不留好人 那个留坏人啊 你们自己好的话 应该自己留啊 既然那么好 应该知道啊 比较那个坏 比那个坏的人明白一点才对 是不是 自己好的话 我也不能留 当然 师父有时候需要人才 需要那个 比较伶俐的人 有才华 能帮助我很多方面 不过你们即使有才 不知道何用 不知道哪个地方用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是啊 也不能怪师父嘛 是不是 不能说师父偏向什么人 然后对什么人不好 不公平 也不能这样这么说 就是自己对自己不明白 对自己那个生活目标不明白 有时候也看自己太忠了 我指太忠 自尊心太忠 依靠自己那个才华太多 懂不懂 那个坏的人 没有才能的人 那可以顺恋 坏的人 他修行一会 他也变好 好的人不修行 也是整在那边而已 说不定也会变坏 是不是 又好 又有才能 又没有顺恋自己 没有耐心 没有给自己考验 懂不懂 穷坏自己 等一下也会变坏 说不定比那个 我们所谓的坏人更坏 所以谁跑就跑 谁留就留 我不管谁好谁坏 好坏的留我都瘦 什么时候你们还把师父当靠山啊 当你们的依靠的地方 我还是要保护你们这样 要保留你们这样 如果你们跑了 别是说不需要我 那OK Goodbye 是吗 这样你们听 有没有合逻辑啊 嗯 有哈 有没有啊 有 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我听不到啊 比方说你这样 我看这边 我就看不到那边了 听懂吗 耳朵才圆通啊 眼睛不够 眼睛可以看前面 不能看后面 看右面 不能看左面 耳朵啊 你讲后面 左面 前面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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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修耳根才圆满 修别的都不圆满 那个鼻子啊 懂不懂 能闻到而已 不过不能了解 听懂吗 这个耳朵才是圆满 天生我们这个耳根啊 是最圆满 最多穴道 所以我们修那个就最好了啦 修耳根圆满法门 就是这个意思啊 修别的 别的根都不会圆满了 是不是 让你们去睡觉 好吧 累了没 还想不想听 有时候师父马上有感应的要讲 等到明天我就忘了 听懂吗 所以有时候那个有 方便的适者啊 常会听到我聊天那些大众听不到的东西 不过因为他们常常听到这个样子就不珍惜啊 懂不懂 有时候我把那个东西又再讲给大众听一次 我是类似的 然后他感觉到哎 我已经听过了 没什么 听懂吗 又会发生那种懈怠的精神 而是不珍惜的心 所以也不好 所以那个欧南啊 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当四者二十五年啊 不开悟嘛 都是因为那种依赖的心 常常佛讲什么在某某秘密地方他都听得到 别人都听不到佛跟谁聊天啊 一两个人他也知道 一两百人他也晓得 他就常在旁边嘛 别人几千几万人听不到啊 如果偶尔有人在问一样的东西 在那个几千万人面前 佛又再讲一次 那个欧南人哎呀 我都气得了 不用再听了 没珍惜啊 懂不懂 不过他讲那个个人的时候 他讲跟别人那个时候 那驾驶力又不一样啊 听两次又两次驾驶力啊 懂不懂 我们人有时候听一百次还不记得 何往听一次呢 记得又记得错啦 常常你们是这样子嘛 师父交代一句话 你们讲又不一样 我是刚刚上同学 那听那么清楚 我英文很好 那翻译出来就不一样 翻译也没有重点啊 那个翻还没有翻到一半 但是我们头脑是很奇怪的事啊 我们自己那个头脑不能控制何况 想那个了解什么别人啊 所以别做梦嘛 别做梦嘛 有时候我们有一点口才啊 变非我们那个口才是完美的 我们可以讲这边好 那另外一面就漏洞了 然后我们有时候讲一半好 后面人家都拍手了 我们就我只跑出来 等一下就后面一半都好烂好烂 我们想赶 来不及要赶他下去这样子 我有看到你们很多徒弟很有口才 讲话一半是很好 等一下人家鼓掌了笑了很高兴了 你们就乱改了 很多是这样是不是 我们就看起习惯牛头麻绝怎么不对劲 因为我只要跑出来啦 都忘记那个本心了 懂不懂 跟大众一起笑 一起高兴 那我就乱改了 其实才麻烦 所以演讲才很难 所以你们才知道 出家人是很多啊 比方说台湾很多出家人 没有啊 没有很多人敢上来演讲 就是把 就来念经啊 解释经典的也没人敢啊 就是有一些人敢也没很多人听啊 听懂不懂 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子 如果要上来讲经 有一点本灵 还有要有一点口才 还有那个会神通 不然的话寺庙应该大一点 懂不懂 然后人家供养很多前面的多少钱 在后面多少钱 在旁边多少钱 在旁边多少钱 像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地方写名字的话 没有大门 没有三关门 没有那个前面 没有后面 名字写不出来啦 那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没人来啊 听懂吗 那来干什么呢 这里我们内行的人都供养都没有弄名字出来的 连师父也不应该知道的 听懂不懂 那他们怎么来呢 这应该有什么东西 是吗 都是外面的要去用写写名字的 前面多少 后面多少 就我们这里就不甩那些 你们寺庙也没怎么辉煌 所以寺庙应该赚亮一点 不然有一些他比较喜欢辉煌啊 懂不懂 看我们通通都破烂的话 他就亮 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适应啊 他感觉到没地方沟通 跟他不一样 那一边外面都不很适合 了解吗 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 他本身是一个皇子 大家已经知道了 所以跟他来的人 已经是下一次知道他是皇子了 懂不懂 所以那些比较喜欢奢侈 比较喜欢那种富有的生活 就跟他也可以来 那些贫穷的人 为了他平等心 也可以来 懂吗 所以就没什么那么多障碍 即使是如此啊 释迦牟尼佛赐的东西 释迦牟尼佛赚的东西 也跟普通的徒弟一般不一样的 听懂吗 非常非常好 非常珍贵的东西 给他赚 给他赐的 所以我怎么这样知道呢 经典有记载嘛 所谓欧南啊 被推荐主来当适者的时候 他说他要有三个条件啊 他才介绍当佛的适者 那然后释迦牟尼佛赞叹他 说他很了解 他很细心啊 很了解很懂事 所以他马上介绍他当适者 也接受他的那个条件 然后释迦牟尼佛也顺便解释给徒弟听 为什么欧南不是为了要冒犯佛 也不是为了要自己弄条件 而且为了要大众了解 他诚信要当适者 不是他为了要名利在当 他才解释说欧南为什么不要吃释迦牟尼佛的东西 因为释迦牟尼佛那个坊里面满满珍贵的那种东西 他钻释迦牟尼佛那个钻挂的衣服 他会当适者 那第三也是差不多那类似的 意思是说拒绝那种佛的那个恩惠 懂不懂为什么 因为他也解释他说佛钻的衣服 都是世界最名贵的那种布料 而且有可能钱买不到的加斯蒂 所以欧南不要让大众认为他为了那个钻好的东西 为了吃那个好的家食物 而是释迦牟尼佛人家供养那个珍宝的东西 宅当适者 了解吗 他就先告诉大众明白 那种东西他不要 不能强迫他吃那个东西 不能强迫他穿那种衣服 他就当适者了 懂不懂 当然大家同意啊 佛也同意 佛要顺便赞叹他很聪明 了解吗 这个证明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其实他是住家人 本来应该穿那个普通的破烂的衣服 不过他也不能啊 听懂不懂 他的吃东西也是珍宝的 他 他穿的衣服 其实住家的衣服 不过还是最漂亮的 懂不懂 最宝贝的 那免不了他 嗯 听懂吗 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强迫 穿那个破烂的衣服啊 不过也没算什么 差不了多少 是不是 也没利益什么东西啊 因为大家要看嘛 懂不懂 天天死死的又看一个人啊 有个人他也要换换一点口味 给大家不无聊吧 不过去世穿一样的衣服也是很好看啊 啊 我也有看到一些名师每天穿差不多一样的衣服的 不过我没有看到任何徒弟跟他留七年了 听懂吗 他也不收徒弟跟他家一起七年 大概六个月他就赶回去了 能够住跟他六个月是最多 是这样的吗 啊 不过他穿衣服也是很很很贵的布 也很漂亮 跟普通的徒弟穿不一样 其实他们穿一样的衣服 一样 不过那个名师穿也不一样 而且我我发现得到也不是布料的 也不是那个做法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啊 因为在印度比方说那个 有一位名师他是喜格那个宗派 那位名师他属于喜格的那个传统 他穿衣服是什么 上面应该有一个 白或是什么红色也可以 尘头巾 然后下面是 这种 哎呀 长长一点 然后下面一个裤子 像那个西方的人一半 不过他的那个 上面没有放在裤子里面 然后没有弄腰带那种 懂不懂 嗯 要把那个 那个上面盖到 快到膝盖那里 来 那多数那个 所谓的那种名师 他们就装白衣服 这样 从上面到下面摆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然后他的徒弟们 也是有很多啊 属于那个喜格的派 懂不懂 然后他们也穿一模一样 多数印度的喜格 他们穿白这样子 哈 然后全身都白 上面摆摆这样子 不过他们穿跟师傅看不一样耶 然后那个名师常留着 然后别人也是差不多上他那个时候 多数的喜格的那个弟子 他们没有刮胡子 留头发很长 他们也有五个东西 他们是很宝贝的 也许是以前啊 他们那种是特号 要自己认得自己的那个同修 懂不懂 像我们现在是比正一样 那个时候修行不方便 大家都催他要杀了 所以他们呢要留头发长啊 用一个书子放在上面啊 然后里面要钻一个短裤啊 然后自己要钻那个 筋啊 头筋啊 然后又留胡子这样子 他们就认得出来就是同修 所以一个喜格的应该这样 五种的那种方式啦 啊 好 那现在喜格也是这样子 根本现在没人去杀他们 也没人查他们识别证 他们寺庙的盖童 辉煌 还是一样五个东西 还有这边要弄一个这么 亮亮的什么 啊 那个是一种传统 然后就留传统而已 嗯 好 那 我的重点就是说那些徒弟啊 专跟他师父一模一样的 懂吗 一模一样 不过我看他师父那个威怡啊 风度啊 看到很亮很亮不一样 跟那些徒弟都不一样 他穿一样的衣服 也留胡须的 也白白的 有时候戴眼镜有 不戴眼镜 就像跟他师父一模一样 布料也有时候 也比他们的师父有可能 相当一样 或是比较贵 因为有的徒弟是很有钱啊 喜格的人在印度最有钱的 最有权力 最装 最聪明 在社会上最高的地位 都是他们最高 上一页是最信荣的 他们喜格的很会做事 很有足智 从那个修行以前啊 足智到现在 上那个 上什么 基督教有没有 他们以前是很有足智 现在也是这样子 一样辉煌下去的 因为那个足智的系统继续保留 懂吗 那个外壳继续保留 外壳保留 很好 所以他们很有力量啊 懂不懂 很有力量 很有钱 而且身体是最壮的 印度的最壮的 最大的 最胖的 最高的 都是喜格的 因为他们那个以前啊 他们修行的时候很困难啊 懂不懂 需要打仗啊 需要保护自己 需要跑啊 所以他们训练自己 身体啊应该壮 他们说 不是修行好而已 应该吃得胖 吃得高 吃得大 才能够跟人家奋斗嘛 懂不懂 到第10的那个喜格的 第10的名师传下来 他们已经快堕落了 每天都被人催了 就去杀死啊 所以他们自己应该有自己 也有军队 然后自己跟那个国王的军队 反抗 才能够自己保留自己那个信仰 所以你们看 像那个少林时有没有 以前也是有可能碰到那种情况 了解吗 然后自己他们应该顺练自己啊 懂不懂 随时要保护自己 随时要那个想办法逃啊 不是为了要打人 杀人 而且要保护自己才能够逃 懂不懂 最少可以逃命啊 所以他们才顺练那个武功啊 然后最后我们都认为他们就是武功而已 所以现在像印度一样 他们也认得那个喜格的那个仲派的那 打仗 打仗是最棒的 听懂不懂 最好的那个军人 那是喜格的人 最会打仗 因为他们传统 就刚刚流沙来是这个样子啊 那个你们了解 为什么那个少林时也有武功那种功夫啊 那种传统也是一模一样 现在流沙来都是那个胖啊 大啊 赚钱很好啊 聪明啊 有竹子啊 会打仗 那个偶尔有一两位那个喜格的那种有名士啊 这个也不是因为喜格的传统的关系 而且他们是名士而已 不是这样子 不过因为他们是名士懂不懂 不过我们保留传统这样 我是不保留 就只是看那个名士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干嘛保留 干嘛跟别人一样 那个印度的名士 他为什么不应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因为印度多数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而已 懂不懂 你穿最漂亮也是那个样子 而且男众怎么穿怎么漂亮 你是一个男的名士 你能穿什么 如果你穿红红绿绿 人家笑死了 男众不能穿多嘛 是不是 穿怎么样也是这样 不是啦 够漂亮的意思 不用啦 是不是啊 你们男众够漂亮 不用不用 不用画自己 不用穿什么红红绿绿就够漂亮 印度的女众就有那个 那个什么 沙隆啊这样子啊 男众就是那个啊 是最辉煌而已 他们多数都喜欢白啊 因为那边地方很热 穿白色是最舒服 了解 就是这个而已 然后大家都穿白 不过穿跟舒服一样 也不一样啊 我看他们真的名士 有不同的那种 那种气氛啊 穿一模一样也不一样 走路也不一样啊 那 那个挥一个手也不一样耶 哎 胡遂跟胡遂不一样啊 哈哈哈 奇怪 奇怪 这么一样的颜色 白白的 也是常常一样 这么不一样呢 我观察好几次了 是我在那边什么人都观察的 因为我没事做嘛 哈哈哈 我看啊 几样名士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不管他们程度多少 懂不懂 他们有一种修行的里面的等级 跟外面人一模不一样 不管他穿什么衣服 奇怪啊 所以这个不是衣服的问题啊 好像那个时常的关系 那边的修行的风度 那修行的等级和外面的风度 被影响 有的时候我们 跟一个人修行跟不修行不一样啊 不是你看上那个皇帝 那个我们刚刚看那个乾隆啊 我是怎么抗戏 不过乾隆才有江南啊 不过你们看 那个皇帝出去的时候 钻蝙蝠有没有 跟那个普通的一般一样 是不是 差不多啦 布料也是差不多 然后 有一次他不出去 有没有 然后那个殿小二啊 跟他的太监出去有没有 那殿小二钻 是不是跟皇帝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 要钻好一点啊 那连呆呆跑出去 看起来也很装啊 是很好 不过那个跟皇帝一模不一样啊 是不是 有人乱认出来 就说奇怪 皇帝怎么那么呆呆 然后另外一个乱搞说 哎呀 大吃入鱼嘛 有没有 害死了 害他不能当那个宰相啊 本来他很做梦想当宰相 被那个人害死了 有没有 大吃入鱼 真的太入鱼了 你看啊 钻一样 不过不一样 有没有 那可是还没有说他是皇帝不皇帝 是不是 那两个一样是演员而已 是不是 不过一个是有风度 一个没有 是吗 所以钻一样的衣服也没有什么 这个是外表可以看得出来啦 不过那个里面是要两等起是 很难啊 不过不难啊 不难 如果他有很多土地 我们知道 比较好一点 如果他有一两个土地 要不好量啊 懂不懂 因为我们哪里找到他的徒弟给聊天啊 然后他哪里跟我们那么那么那么精细 告诉我们啊 因为如果那个师父他就有一两个徒弟的话 他表示说他不愿意 不愿意那个受很多徒弟了 懂不懂 那我们要靠近他的徒弟很难啊 他徒弟也不敢 不愿意啊 是不是 不是 不愿意接近别人啊 不愿意接受他的师父啊 你们看那个Rama Rama大师 罗摩大师那个记录有没有 他看师父的门的时候 连黄子啊 和他的水种来 一大堆他不让进去看到的师父 在山洞里面 有没有 他当门神啊 那个黄子来 高高大大地叫 我要看你师父 我说 他就说 我让你看 我师父现在闭关了 那个门神好棒 然后那个黄子说 我试探了水种 说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有没有 黄子嘛 在那边是最大的那个地方 控寺那边 那边那个印度有很多啊 所谓的那个粥啊 小小的小果啊 连果 然后每一个果 连果这样有一个 皇帝 懂不懂 最上面就有那个首章 他那个总统 那个首章 他们现在那个系统就是这个样子 那每一个地方这样子 像一个王国 知道吗 然后那个王子 那个地方的王子 就是那边是 就是人民之父母啊 这样子他要看一位民事啊 泼泼烂烂坐在这个山洞里面 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什么 童 童子不让他看啊 印度不是跟别的地方一样 懂不懂 他们很尊重那个修行的人啊 比国王还要多 国王不能做什么事啊 除了那些以前那个混菌那些 那个时代是不一样 听懂不懂 多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尊重修行的人啊 修行的人啊 国王的话还是要拜的 民事多数的大民事的话 任何人都要拜 所以那个 罗马 罗马 那个尊者他看他师父门的时候 他说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让你看 你就不能看 我在这边看门 我有 那个责任保护我师父 你不能看啊 因为他看那个人 那个鼻子那个往上面嘛 来看师父应该一步一拜还可以啊 他说 他在里面想嘛 那个人太招慢 不管他是谁 不让他看 是不是 后来啊 那皇子再来第三次 第一次 不让他看 第二次他来 不晓得我是谁嘛 说我不管你是谁啊 不让你看就不看了 就回去了 第三次回来就不一样了 请问啊 拜托啊 我能不能看你的大事一眼这样子 看那个态度不一样啊 第三次啊 皇子呢 凉凉的衣服 水虫很多 车子很大啊 大家来都不让他看就不看 看门这样子也是算看门了 那 第三次来很兼备啊 他就说好 我现在禀告师父 然后说师父让他进去了 有看他一眼了 因为听说第三次来有兼备啦 嗯 后来进来 那个皇子嘛 也像普通的人一半嘛 很客客气气那种讲客气话嘛 没有话可讲 所以也 就问你好嘛 身体怎么样啊 看你那么瘦啊 有没有吃够东西 你在这里一个人好孤单啊 会不会太孤独了 然后他师父才说 我本来没有孤独 我一个人在这里跟我的 里面本来面目沟通 我不会孤独啦 你现在来 我才孤独 为了接你 我才孤独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管他的事情啊 忘记自己啊 没有空跟那个灵 里面那个享受 才孤独啊 是吗 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本来面目的那个什么 隔开的时候才孤独 我们想别人的时候 我们才孤独 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那个恋爱的时候 想那个对方的时候 是最孤单的 最孤独的 是不是 最受不了的 是吗 如果你们不想他 你们不会这么孤独啊 比方说你们没有恋爱人的时候 一个人是不是 没有那种孤独的味道啊 是不是 恋爱了以后 那想念那个人 他不在的时候 才感觉到非常非常孤独啊 所以受不了啊 是不是 如果你们有恋爱过 就有那种经验 我们心啊 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才孤独 是不是 我们一个人放在里面不会 所以师父说上个礼拜 我断书的时候 我一个人统统受回来 那个时候我最快乐 不管闲事的时候 你们要求什么 我都不回答 要求那边是回答 要求那种无聊的 懂不懂 靠近那个人都不回答 那个时候我最不孤单 不过愿意出去入室的时候 不管我在这里或是在哪里 都很孤单的 不管我跟谁在一起都很孤单的 听懂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很难沟通啊 何况好几个人啊 听懂不懂 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想法 然后如果要回家一起的话 一个应该想一个 另外一个应该想一个那一个 然后忘记自己了 了解吗 如果你跟一个人的时候 我比方说你的亲人 或是你的情人 你应该也管他的心情啊 是不是 万一你命不好 那个人心情常常不好 或是跟你比较格开的话 你要陪他嘛 你要让他高兴啊 你就心情很不快乐 你就离开自己的本人 就你又很孤单 懂不懂 如果你比他高 他比你低一点等级的话 哇 你更孤单 一天到晚就陪他 懂不懂 想他的心情怎么样 想办法让他高兴 懂不懂 想办法陪他 想办法拉他 想办法帮忙他 哇 你更麻烦 了解吗 哇 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啊 真的很痛苦 很孤单这样 大家都想跑 有没有 有家庭 如果很孤独那种样子 大家都想来这里出家 是跟着师父 或是一个人 逃出去别的地方 自己修这样子 是因为管别人啊 我们会跟我们本人隔开的关系 隔开的时候 我们跟自己隔开的时候 宅真的孤独的 跟别人隔开不会这么孤独 听懂不懂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想他的话 我们不会孤独 我们想他 当然不管他在旁边 或是他在某些地方 我们都很孤独的 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故乡啊 没有关系的 跟我们主人 跟我们真正的人啊 隔开 对 了解喔 那我们断掉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 爱丽啦 我们跟我们那个爱丽的能源 不沟通 懂不懂 那我们一个人在这里啊 什么坏的 当我们想一个人或是别人 多少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防备自己了 懂不懂 然后任何的那个坏的 坏的影响 都跑到我们身上 了解是不是 是吗 我们又不能 不能那个内功又外齐啊 了解吗 所以我们那个世界的影响啊 那个时候才最简单 介入我们的那个时长 然后才让我们感觉到 那个世界的那种孤独的 那个共同的业障 了解吗 世界的那个积分才能够影响我们 不然我们不会的 我们如果自己孤在里面啊 防备清楚的话 任何业障都不能 不能那个占领我们的时长 不能靠近啊 了解是不是啊 俗杰说民事当众生的业障 是这个样子啊 都想他们啊 你想谁你就 就福报丢给他啊 他那个业障会 跑到你这里 因为你只有福报而已 他只有业障而已 你懂不懂 他给你最多就是 他的全部的业障 能够给你最多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你吸引他多少 注意力他都 他全部都不防备 通通给你他的财产 他财产只有业障啊 你懂吗 你想他的时候 你财产只有福报而已 所以一个给福报 一个给业障 很方便嘛 交通很方便啊 了解师傅医生 为什么那个 带众生的业障吗 还有为什么 那个什么人 那个人 那个人就得到福报吗 或是什么人想他就得到福报吗 其实就 两行道这样子嘛 一个只有福报 一个只有业障 那那交换了呢 你们就知道很明白了 那像买卖一样 所以如果徒弟也能够让师傅啊 不很操心啊 不很明显操心啊 懂不懂 不做什么很特殊的 让我那个注意力都放在里面那边的话 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我不知道啊 那个头脑没有露起来 当然比较好一点 对不起吗 对不起吗 放在这里 邮医生的业绩 给朋友配置 请到这里 各类走 来的三个人 违到 Julie 藝社 也 sanct餐 鼓加 都没有 如何 去哪里 发展 小刀 心员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就是 宇宙 从 是 的 红 二个人 这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